在原住民部落 已經慢慢有返鄉族人與新住民的加入 他們也用他們的方式 慢慢融入在部落裡生活 透過台東設計展設計食堂講座 分享他們是如何結合部落的風土飲食 透過一道又一道的上菜方式 讓時間找回對於味道的層次 不只眼睛看到美麗的擺盤 還能從聽覺醒 我們也會有一個新的生命 透過一道又一道的上菜方式 讓時間找回對於味道的層次 不只眼睛看到美麗的擺盤 還能從聽覺醒 上瞭解面前食材的故事 這場部落裡的下午茶 就是一個無體的饗宴 我第一次感受到吃東西 還可以聽他唱歌的那種感動 我覺得就是說 對這個食材來講 我覺得那已經不單只是食材本身的那種味道 而是他把對家鄉的思念 還有他把他覺得應該回家鄉去付出一點什麼的那種感覺 全部帶進去 每個人的生活方式都是獨一無二的 設計食堂透過下一堂規劃的包裹部落的味蕾課程 也期待想要進入原住民部落 認識原住民文化飲食的民眾共同來參與 原視新聞比亞台東市採訪報導 好 好